在那裡找到 我們去找到 那裡找到 那裡找到 而幻似真 麥非這個看起來和小狗的大小 有手有腳 兼有對大眼的 是外星人真身? 這段聲稱在西伯利亞拍攝的 外星人屍體曝光片段 上載YouTube短短一星期 點擊率超過700萬 其實都是很戲劇性的 例如在一個大的雪地 突然間有些樹 在雪地的位置突然間有個坑 但這個坑又不是所謂非碟墜位造成 不過不夠幾天 製片人就承認 外星人屍體只是死的一隻 外形用雞皮做 餡就失入麵團 最大的破綻就是 為何這些文明來到的時候 永遠發現屍體是不穿衣服 就看到一個很像一塊 我們典型電影看的 那些所謂的 沒有三副鞋物 啫喱狀 玉色 腳有少許斷了 手有少許斷了 眼就是典型的羅茲威爾大眼 沒有頭髮 沒有毛髮 就突然躺在那裡 這種我們都認為 是一種比較 拍出來手段更多的東西 不過提到外星人 相信大家印象最深的 都是這條轟動一時 要看真些些的經典羅茲威爾解剖事件 主要看整個解剖過程裏面 有沒有一些背後的道具 例如可能在解剖室後面的掛牆電話 你清楚見到是一個捲線彈弓電話 但如果你計算時間就不對 因為1947年就未發明捲線的電話 現今科技發達 電腦CG已經可以做到 肉眼難變真假的影像 對超自然現象 以至UFO外星人 都有豐富研究經驗的雲海 眼中又有沒有比較可信的片段呢 其實你見到這架是一個 黑色的三角形大的UFO 而它就是阿里桑拿州的北部 一路慢飛 是飛過整個鳳凰城的時候 它就再低飛 它是經過鳳凰城的時間 是一個小時 它不是只有一個人拍到 而是有大量在不同的地方的人 是對著同一個位置拍到 即是說你造假的機會 就不可能十幾二十人 甚至電視台記者 跟你一起去玩一個假的片段 不會這樣做 網上其實還有數不清這麼多 聲稱目擊UFO短片 但幾乎所有都被踢爆 或者自認造假 是否要引人注意 而還是另有目的 雲海有它的一套陰謀論 為何要做假呢 就是想 我們覺得 一些當權的政府 它想掩飾一些事 首先要找人去做一段假的片 例如過多半年或者三個月 它就主動出擊告訴人 是假的 令到每一次看完這些片的人 再遇到一些事的時候 就會聯想到什麼呢 就是假的 沒有人會再查 沒有人會再理 就會有一個掩飾 之前故事的歷史個案 的一種手段 UFO、異形、外星人 從古到今都沒有科學證明真實存在 類似的超自然現象 亦無法加以解釋 不過無論是真是假 這類科幻題材 往往可以挑起人類好奇心 難怪荷里活 不少熱門電影 都喜歡借題發揮 靠外星人賺錢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淑慧報導